每個人創業都會有個初衷 什麼叫初衷 初衷就是還沒有上高中就叫初衷 不好笑 初衷就是 他當初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當初做網路行銷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做網路行銷是 這個教學的課程 是我第二次創業 那第一次創業在做什麼 你們看一下我的公司網站介紹 我就會寫 我以前曾經有很多大客戶 就是中小企業 也不算大 就是幾百人的那種企業 那種企業我以前都是賣伺服器給他們 就是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然後架設網站的伺服器 然後當初那個產品 為什麼我會賣那個產品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喜歡 好玩 就是喜歡那個東西嘛 因為架網站在十幾年前 架網站很興奮啊 而且可以架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覺得很 很了不起 然後 還可以建立自己的電子郵件信箱 開幾個email就開幾個email 那覺得很屌啊 那email用不完 然後後來 賣給中小企業之後呢 呃 就有一大堆的那個收服的問題嘛 那簡單講就是 後來一場 一場大病之後 就不想要再做那麼多收服的工作 然後才開始把這個重心轉到那個網路行銷 然後把以前的那個網路創業的經驗 那十幾年的經驗把它寫下來 我寫了大概將近50篇的故事 那如果你想要聽這十幾年來的那個創業歷程的故事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寫個加1好不好 讓我知道一下 如果你們對這個創業的過程有興趣的話 那我再慢慢講給你們聽 好不好